在这里第一个小点说 主耶稣降悲自己 到了极点 正如菲利比书二章七节和八节所说的 那里他有七步的降悲 第一他倒空自己 就是把外面神性的 神的形状 神的荣耀 地位 所有都摆在一边 就是倒空自己 第二就取了奴仆的形状 第三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第四他就降悲自己 你看没有 就降悲 这降悲就是进一步的倒空 降悲自己 第五就是顺从 第六 自死 第七 且死在十字架上 是谋羞辱的死 是被咒诅的死 照着圣经说 凡被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主耶稣 他是那 不知罪的 却为我们成为罪 他是全然公义的 却担当我们这些 不义之人的罪 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便得了平安 主耶稣是这样的 来成功生的旨意 他不是没有感觉 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 也向父祷告 他说阿爸父啊 若是可行 求你就要正悲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识 只要照你的意识 主耶稣 他是全然在复活里面 生活的一位 他一出来静止 他就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去受尽 去站在死地 他不活之急 人们过节的时候 他的兄弟怂恿他 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声 哪有不去 不再抓住这样的机会呢 主耶稣说 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上去过节吧 他没有去 后来父又感动他 他又去了 却是暗暗的去 所以他所有所做的一切 尽都在复活里 他不说自己的话 他不做自己的工 他不照着自己的意识行 他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 他说的话 是父在他里面所做的工 他寻求那拆他来者的旨意 做成父的工 他寻求父的荣耀 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他降悲自己到了极点 所以神却将他升为至高 就如第九二菲利比二章九节所说的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以至于啊 在这个名里万七莫不跪拜 万口莫不公开承认 耶稣基督为主 哈利路亚 他降悲自己到了极点 所以神也就将他升为至高 在升天里 基督是神所高举者 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们刚才把那十节十一节都说了 这宇宙中至高的名 至大的名 就是耶稣的名 哈利路亚 他成为肉体定是复活 升天并得高举的名 Amen 再来感谢主 在他的升天里 基督就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 尊贵啊 是一种的地位 一种的价值 而荣耀啊 Amen 这个荣耀 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情形 感谢主 我们主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在他的升天里 基督也就职为宇宙的头 就是全宇宙的头 哈利路亚 所以他能够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并使他向着照会做万有的头 尤其哥罗西一章十八节 那里我们一同读 他也是照会身体的头 他是原始 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 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守卫 他是主 他是头 他是万人的主 他是宇宙的救主 第三 在他的升天里 基督登宝座 以执行神宇宙的行政 并完成神新约的经轮 以佛所一章十节 我们请一同读 为了拾起满足时的经轮 要将万有 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 或是在地上的 都在基督里 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基督今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指明他已经登宝座 哈利路亚 这个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是有一个宝座 还是两个宝座 只有一个宝座 神和羔羊的宝座 神是在羔羊里 神是在基督里来做宝座 不是排排座 乃是神在基督里做 这边第二第三重点 我们请一同读好不好 基督现今在宝座上 管理整个 是独一的 阿妹 基督的 阿妹 阿弥陀佛